机车改装造成交通乱象也凸显噪音扰民 为了从源头解决机车改装排气管产生噪音问题 环境部与交通部共同推动改装排气管认证制度 该官者需要通过噪音检测并且至监理站办理变更登记 未来一年缓冲期间可以免费到地方环保局或噪音实验室检测 2025年正式上路后就需付费检测 未使用认证且检测不合格这最高发5400元 如果没有取号 那我们现场检测又不合格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直接告发 照目前的照应法规来告发 那未来在114年1月1号环通期过了之后 民众如果有改装的话 就必须要自行委托这个认可的实验室 就国外认可的实验室来进行检测之后 然后再来送册 然后再取得编号去办理登记 那路边拦查处理的话 未来就是如果有路边拦查没有认证的 那我们同胞交通部这边来给予 就是依照到路安全交通条例里面来处罚 另外一个在检测不合格 就是如果照应检测不合格 那就一定告发 就是在改装的这一部分 好所以大概大体上我们大概 就是重点是抓草不抓改 那如果改装必须要登记 机车排气管招应这件事情 在末端的公路电影机关 办理变更登记的一些事情 跟大家做个说明 那就是像刚刚张市长所报告的 依照院里面指示 我们配合环境部这边推动机车排气管 噪音认证的这个制度目前已经有相当的成果 所以我们就配合修正我们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附件事务的规定 那机车排气管现在是可以变更的项目 不过它只需要符合我们交通部安全的要求 就是要有相关的防烫盖 还有那个出口 出口必须在后方 而且它的出口角度必须要水平或往下 不能够有颜色的这样子的情形 那配合环境部这个机车排气管认证这个事情 我们已经在今年的10月份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以后如果要变更机车排气管的话 除了要符合刚刚所说的防烫盖 出口角度跟出口的这个在后方这样的规定之外呢 必须从114年开始会列入定期检验的项目 改双排气管必须要使用经过环境部噪音管制认证 而且是可以比配原本这个车辆的排气管 那在114年正式上路列为定期检验项目之前 那就像刚刚市长所说 我们会给一个一年的缓冲时间 那如果提前来办理相关的一个变更的话呢 是可以不用付相关的一些法调的 那大概就是我们目前法规修正的一个进度 那这样子的造物章安全法规我们现在已经跟内政部在进行相关的会型作业当中 我们应该明年就会开始来跟着上路 好那在变更登记的部分的话呢 就像刚刚市长所说明的 排气管这边源头这边会有相关的登记管制 然后会在合格噪音合格的排气管上面会有相关的一些烙碼 或者是一些合格编证的资料 那这样子从这样子的产品的机关的改装 页诊的改装之后呢 到现在的机关来我们就不得办 依照规定办理相关的变更的这个登记 那在办理变更登记的时候呢 就是会有预备相关的证件 就是跟我们一般变更的程序 是要备妥相关的 就是到强制性责任保险的一个证明 然后相关的一些证明文件之后呢 114年之后呢 你来变更的时候呢 就必须还要提供这个合法页诊 提供的加改装的这个设计同意发票 那为了加速大家在这个 法规实施之前 然后提早来办理变更 或者我们也考虑到说 有些民众的变更可能已经发生在 比较早之前 那要取 那不像新改装的人 他可能会容易取得发票 所以我们在法规里面也允许说 在113年12月31号之前 那如果你是这样子改装的人 车主的部分的话 来办理变更跟系的时候呢 是可以不用减去同意发票的 我们在过去针对这个 机车 有机动车辆的这个噪音呢 做了一系列 我们用声音照相来 找出这种高噪音影响安宁的这个事件 那我们发现呢 有些机车 或者是 就是有 透过这个排气管呢 不当的改装之后造成高噪音的事件 所以我们这次推出来就是说 如果改装的话 你必须要 在透过我们一个噪音的认证之后 然后到这个监理站 办理登记 那这样才能够保护整个噪音的这个情形 才能够确保 那目前的做法就是 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 那我们有一年的缓冲期 114年1月1号开始 会有开罚的这个规定 那在明年度呢 我们环保单位 环保局这边特别提供贴心的服务 就是让已经改装的 还没有就是没有测试过的 就使用的这个排气管呢 不是经过环境部认证的这个排气管的呢 特别可以到环保局 就近到环保局这边来登记 要做测试 那因为测试呢 我们会 网站上面会让需要的车主呢 他可以选择他就近的这个环保局测试 也就是说你在台中呢 你可能 因为车子可能有可能在台北 那你可以在台北 就近来进行测试 那我们有一年的这个服务期间 不收费 现行定位文明规定 禁止排气改装 仅有规定排气角度 加装防碳外且不需登记 新至明年元月起实施 将规范机车噪音及排气角度 改装车未经认证者 依道路交通条例处900到1800元罚还 目前以管制机车改装为主 侦测上路后会观察实施情况 滚动式研议是否也纳入汽车管制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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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